帮大象冲水洗澡 近距離接觸 还有大象来撒娇 跟着饲养员对井对凹 仿佛一只年人精 超猛举动 看在民众眼里好羡慕 但饲养员的薪水 恐怕会让人萌生退役 刚进来的时候 薪水大概是2728 很危险加急的话 不管是在北部中部南部 薪资是固定的 保育员梦幻职业 薪水却让人很幻灭 在公务系统中 职呈是既工或工友 起薪25000到28000元左右 如果照顾危险性高的动物 会有危险加急 照顾大象加2500 照顾狮子老虎 原本加2200 最近降到1800元 一个月领不到28000 冒着生命危险 却给低薪 怎么留住人才 因为当年打工 全还比较多 还比较安全 不值得啊 而且又很危险 年轻一代保育员 离职率超高 薪水太低 成了主因 照顾大象狮子老虎 还得近距离观察 有没有需要医疗 根本用命在工作 危险加急 却不升反降 看是不是可以联合 我们其他的公立动物园 那我们一起来 跟中央来做个反应 包括木栅 寿山动物园 13年来薪水没调过 不排除要南北串联 订定新的危险加急表 就怕低薪灭了 保育员的热情 照顾动物出现断层 记者金线忠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